今天上所说的 诸根极尽 诸根极尽就是欺辱 明信尽信的境界 那为什么 它没有七千多年 没有分别之处 那对于一切法 寥寥分别 这是智慧 自现本应聚的智慧 清清楚楚 通达明了啊 自己身口意 如如不动 那不动在哪里 它没有身体 没有物质的现象 也没有念头 就是没有心理的现象 也没有所谓自然现象 它全没有 那个样子是什么 静中法门说的好 那个样子叫长脊光 长 永恒不变 不生不灭 急 就是这个地方讲的 急进 体 什么体 发生 宇宙 宇宙一切万化的立体 一切万化是从它现的 虽从它现 它从来没分别过 从来没动过 光就是形容它 它什么样子 一片光明 一切实 一切处 无所不在 这是 祝福如来 发生 菩萨的 发生 从发生里面 先报神 先印神 先化神 报神 硬化神 都不是真的 对我们反复来说 那硬化神 是假的 有神灭 报神 没有生灭 报神是真的 报神 报图 我们称它做 一真法界 硬化神 这个图 我们称它为 摄法界 六道轮回 摄法界 六道轮回 是假的 金刚 金山的形容 最好 非常恰当 梦幻 泡眼 那梦有没有 我们都有做梦的经验 想到我们眼前的世界 是一场梦 好像是有 实际上 痕迹都找不到我 那金教的好处 在此地 让我们了解 有了概念 慢慢地 把 分别执着 放下了 假的 你分别它 你执着它 这叫造业 那什么人不造业了 明心见心的人不造业了 为什么 它没有分别 当然 没有执着 那执着是从分别延伸出来的 那法神菩萨 不但没有分别执着 其心动念 没有了 那为什么不能 回归长继光 因为它 无事无名习气 没断 无事无名断了 就是其心动念断了 还有其心动念习气 必须 习气断干净了 是暴吐就不见了 所以是暴吐从哪来的 无事无名习气来的 习气断干净了 长继光习气 自自然然融入长继光 入长继光 你的身体多大 病发界去攻击 就是你身体 所以称为法神 那是暴吐里面 称为暴吐 是法界里面 六道里面 称为映华神 这名词意义 慢慢我们就体会到了 那法神是真的 暴吐 硬化都是假的 暴吐 有阴有限 没有生命 硬化神 有生有命 不但六道轮回 有生有命 私生法界 也有生命 为什么 没能转时称之 还是用阿赖耶 私生法界 用得正 六道轮回 里面众生 用偏了 用邪了 这一切四世真相 不能不知道 为什么 你不知道的时候 你没有法子用功 用功夫不得力了 你了解明白了 八万四千法门 无论哪个法门 功夫不得力 所以叫做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所以极尽了 极尽了 极尽了 正是涅槃之 立体 于是 我们就知道了 大臣教 终极的目标 是大半涅槃 正的究竟圆满的复古 大半涅槃是什么 诸根基金 六根则六根则六成心界上 没有其心当年 如如不动 那这就是真正诸根基金 真正明心见心 诸根基金 就是明心见心 而极尽呢 正是涅槃之 立体 极尽 就是成定 一定要知道 禅定这个意思的 广义 不是夏义 夏义 修禅得得定 叫禅定 广义 修任何一个法门 八万四千万 无量法门 通通通是成定 所以才说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阿 尼 陶 佛 阿 尼 陶 佛 阿 尼 陶 佛 真正 优优独播剧场 分优独播剧场 剧场 剧场